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娘 我有些問題想要問你 為什麼跟某些人出國的時候呢 我總是要當這個 看戶加隨戶呢 蛤 你講那個人間是不是有來的 不好說 不好說 那為什麼又跟某些人出國呢 什麼事情他都可以抱怨 什麼都要抱怨 煩不煩嗎 不好說 不好說 因為為什麼我出國 不能好好的度假 還要當司機 還要當搬行李的 還要訂餐廳 還要當這個觀光的導遊 你知道嗎 然後呢還要訂吃的 還要訂住的 天啊 為什麼呢 你一個人小費是收多少 沒有收小費啦 你明明知道這些很難搞 你為什麼還要約他們咧 我每天也都在問自己這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剛好啦 暑假已經過完了嘛 該出國的也都出國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找一些 這麼難搞的旅伴 跟你一起出國 而且其實現在鬼門關 不是已經關了嗎 對… 那為什麼還有 好好的來問他們 好不好 那一開始我們就要來介紹啦 他們說自己人很nice 很好相處啦 堪稱人生最佳的伴侶啦 我希望最後一天 你也是他的伴侶好不好 歡迎 歡迎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 他剛剛講的都不是我 當然對面啦 出國落地八桌 沒建設性 意見又多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七位 來吧 出國玩最重要的是找對版 只要找到對的玩伴 即便天氣不好或是迷了路 都一樣樂趣滿滿 究竟新男們有沒有找錯伴 搞得一肚子氣的旅程 又或者他們就是爛旅伴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出國真的好的旅伴 會帶你上天堂 是 壞的旅伴真的會讓你的旅程 整個都是噩夢 非常的痛苦啦 那我們製作單位 也有整理這個板子啦 恐怖旅伴 恐怖哦 恐怖哦 排行榜啦 我們從第五名 最輕微的開始看 看他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事 不合群的荒野一批狼 對啊 出國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這團結嗎 我跟你講 講到跟狼有關的 那就是莫過 喂 你什麼意思 我上一次啊就是 我跟馬丁 我們一起去泰國玩對不對 然後說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 問題最大 比如說 我們剛好要騎哪裡 就是去吃飯什麼的 我跟你講因為泰國很熱嘛 他走散步 就說 等一下 等一下 Oh my God Jesus Christ 他走散步就流很多汗 然後說 走散步 因為泰國就是一定要走路嘛 就說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OK 好 那沒關係 這是他的體力問題嘛 OK 好 沒關係 那我跟大家 跟那個杜利說 我們 然後你就是 如果要想買東西什麼 就是 三點幾號在哪裡 他都不會出現 他都不見 那他去哪了咧 我不知道啊 白天你也看不到他 對 連白天都看不到 而且 我們晚上就是 那個月 就是那個 看那個夜市有沒有 晚上更找不到他 喔 對 對 晚上合理 他一定是躲在有冷氣的地方啊 不是喔 我找很久 還是游泳池 不是 然後他很晚才回來 然後就說 沒有啊 我就走一走啊 結果你們不見 還罵我們 然後就是 剛好 沒關係 我們早上 幾點幾號 在飯店的Robbie幾號 又不出現 不是 你們沒有 沒有 沒有 因為那個 國外啊 然後就是我是有那個 萬有 最後呢 他是不是已經不在人間了 不是 還是回來 但是盤夜兩三點回來 那他去哪了 去哪 走一走 他說走一走啊 不然就這樣啊 然後問題是 我們很擔心嘛 雖然是獨立 但是就是我們在國外 我跟那個馬丁都很擔心 都找不到他 沒有 不是 大家結伴出來玩 就要一起行動 團進團出嘛 因為現在漫遊 那些有什麼上網吃到飽 其實都很便宜 所以我們都要求說 我們出國一定大家都要拜那個 然後弄一個群組 大家比較好聯絡是不是 幾點 幾點 那個 集合 幾點集合 但是這個群組裡面 就是會有一兩個 就是不願意花那個 漫遊費 怎麼樣 然後還偷人家的Wi-Fi 他怎麼樣 誰啊 一出門就說 你有沒有熱點 你有沒有熱點 有 煩不煩啊 熱點很費電 對啊 你知道我們上次去清景澤住小木屋 這個人不方便說是誰 不是童客捐 然後呢 我們住小木屋 然後他都沒有辦Wi-Fi 是 所以每一次我們大家聯絡好的時候 想說這個人怎麼沒出現 然後就要去敲他的房門 對 然後他就說沒有收到訊息 因為他沒有開Wi-Fi 對 然後呢 他晚上是怎樣可以跟我們聯絡呢 他是叫甄莉姐住他隔壁洞 他叫甄莉姐把手機放 因為他們兩個洞是這樣 他叫甄莉姐把手機放在這邊的窗戶 所以他可以偷他熱點 我是覺得那個不合群這個字 好像我的定義跟亞洲人不太一樣 因為我之前 因為你就是不合群的荒野一臂 對 對 因為我之前跟幾個朋友去香港 那我想說香港 去山上風景非常漂亮 我很想坐攬車坐太平山 看風景 可是他們說他們很想逛街 但是我不知道我們外國人 去國外我們不會想逛街 逛街在家裡就可以坐 可是香港就是要逛街啊 對啊 不然你就不要去香港 我們外國人不喜歡這種觀念 我們就是要看風景啊 就是不一樣的點 那我就說我們先去山上 去完山上再逛街好不好 他們說不要 我們不要去山上 我們要逛街 我們怕時間不夠用 我說那你們逛你們的東西 其實我要去山上 那他們就不開心說 我很不合群啊 本來就是啊 你真的不合群啊 你是不合群啊 一聽就是啊 而且你可以跟他們講 現在山頂上也有開一個公室 也可以逛 所以是我的問題嗎 對啊 而且你這麼愛看山的風景 以後你一輩子都可以看山的風景啊 對啊 何必急於現在 但是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百貨公司 才會有百貨公司啊 不一樣啊 為什麼為了逛百貨公司去國外 做不一樣 那你就去陽明山就好 你幹嘛就很厲害 對啊 這樣的風景好嗎 我這種 我最討厭這種人 像有 對啊 像我去香港 因為我也跟小禎一樣 就是我要負責訂餐廳 然後訂飯店 你也是屬於那種私人 旅行社的那一種 然後叫起床 然後叫計程車 然後也不收小費 有時候還要額外的多付 那個餐點費 是不是 對 然後呢 就是這樣去香港 那時候我們是八個姊妹濤 然後我就安排好行程 因為那時候Ris Carlton剛開 我就說那 那隔天早上九點 我們就在那裡吃早餐 那要去的就舉手 那不去的就自己睡覺 結果八個裡面 七個都要去 只有一個說 我起不來 我說好 那我們九點在那集合 那我們吃完 你自己坐計程車過來找我們 他說好 結果我們就去 然後吃到大概十二點多 然後我們就打給他 找不到人 就像那種Wi-Fi 找不到人 然後後來他自己打來說 他迷路了 然後他迷路了 我們七個人呢 去找他對不對 對 我說你在哪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那你問 你問計程車司機 他說他講什麼 我聽不懂 好廢喔 那你在哪裡 他說我就不知道 我說那你告訴我一個地點 麥當勞 你這麼想搞 有幾個麥當勞 好美喔 然後後來我就 還好我會就是聽一點廣東話 然後我就跟司機講 然後呢 我們七個人坐了兩台計程車 然後到那邊去找他 然後因為前天我已經說了 我說那如果你不來 你要自己在飯店那裡 自己把你的午餐解決好 因為我們已經吃了 Buffet 我們午餐是不吃了嘛 他說 好啊 結果我們去找他之後 他就說 我好餓喔 好討厭 我說你很餓 但我們都吃飽了啊 他說 那你們去逛我自己去吃 我說你知道嗎 結果等一下又迷路 對 他說不知道 所以我們七個人呢 又陪他一個人 然後呢 去你知道中午香港有多少人 好討厭 我們夏天去 在那邊 你知道流汗 然後陪他一個人吃完 然後吃完之後他就說 我們就說那我們要去逛街 他說好啊 那逛什麼 我說啊 我們要去逛ZARA跟H&M 那時候台灣沒有 他說那個我看不懂 我說那 他說那 那你們去逛我自己逛我的 誰敢放他一個人啊 就放他一個人啊 你給他斷交了沒有 我們找不到他更可怕 你就把他的護照 丟在維多利亞港 就說 你就一個人囉 不要再說護照 不要 不要再說護照了 因為護照也是一個麻煩 所以後來我們七個人用 你也知道香港 就是都要用走的 我們七個人陪他走到 他要去逛的地方 我們七個人在一起走回去逛 ZARA跟H&M 你們脾氣好好的 然後再逛完再走回去找他 那你跟 你跟他斷交沒啊 沒有啊 我有一個朋友啊 我們有一次去泰國玩 然後我們一到泰國 他就開始跟他說 他其實是 靈異體質 蛤 靈異體質去什麼泰國 對 我們一到房間呢 他就開始打歌 開始打歌 然後他說 噢 這樣不行 這個房間 很不乾淨 有問題 不乾淨的 不乾淨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人有來對不對 對 我就想說 好啦 第一天就不想理他嘛 就算了 可是後來我們就是要去很多地方 然後他就一直就是 一直打歌 然後一直就說很不乾淨 我們要去一個賣 賣那種古董 怎麼會每天吃那麼飽呢 不會 真的啊 我們要去一個賣古董的一個地方 然後因為那個不是在市池裡面 所以我們還要坐計程車 就蠻遠的 然後到了那邊 他又開始打歌 然後一直說說 噢 這個地方 噢 很多 對 噢 不懂了就很多嘛 所以說 不行不行 我們不能進去這邊 然後一直在那邊一直鬧 一直唸一直唸 害我們就 不能進去 就害我們大家都是要離開 我們就 就是要去很多地方 然後一直就說 噢不乾淨啊 噢不行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 真的 如果你是靈異極致 那你為什麼要去泰國 對啊 愛抱怨的解嗨王 真的 同學講得這麼強啊 我沒有愛抱怨 我真的沒有愛抱怨 是我的小孩會 會解嗨 是真的 因為他們每到一個地方 就會問小禎阿姨說 小禎阿姨 這地方好不好玩 小禎阿姨 等一下我們要幹嘛 小禎阿姨有點無聊 等一下要怎樣 對 然後或者是說 就遺傳媽媽 對啊 因為他們家三個小孩 問完之後 最後一個就是同學 最後一個問我 欸 小禎我們等一下去哪裡 然後 最好笑的是 他們都會說 小禎阿姨這裡好不好玩 等一下我們要玩什麼 小禎就會說 欸 我跟你講 我每次跟他們出國 我長得跟服務台一樣 你知道嗎 沒什麼都要說 欸 小禎阿姨這個好玩嗎 我說 這個我也第一次來 那會恐怖嗎 我說我也第一次來 那他要多久啊 我說我第一次來 沒有啦 是 每次都覺得我這樣 解嗨王 我跟你講像這種的人真的很麻煩 因為像我也是就是說 那個朋友想要去日本幹嘛的時候 就是我都會幫他們訂飛機票 還有就是安排行程啊 所以你知道我們的辛苦嗎 然後呢 裡面有一個愛抱怨的人就完蛋 我有一次喔 我跟我的朋友 還有他的女朋友 他們想去日本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 因為我想說帶他們去九州 但是他們對九州不熟嘛 他們 而且那個女朋友 很愛去沛海盜 所以他自己跟我說想要去九州 我說好 他說剛好我要回去嘛 那就是我就是 那個安排行程一起回去 九月的時候 然後呢 到了日本 他說 日本的 為什麼已經是九月怎麼那麼熱 因為他以為是跟北海道一樣 日本是長的嘛 但九州的秋天跟台灣 其實差不多啊 因為是九月很熱 OK 那問題是我已經提醒他 其實還好 沒有很熱 好 OK 沒有關係嘛 結果呢 OK 他想去泡溫泉 好啊 我去啊 那就是 我就是已經安排 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大家一起可以泡那一條溫泉 但是比較是 結果呢 他一泡 跟我說 猴子呢 你剛剛講在高崇秀山啊 就是他想要是這樣子 像這一種的地方是很山上 很遠 然後呢 我說就是我剛剛說明 其實這個 這個地方沒有 那他剛好講說 九呢 他又這樣 就沒有 結果那個女生開始發脾氣 那他是想說 算了 因為大家已經就是來到九州嘛 讓他們很開心 他想要穿和服 和服其實一套差不多 如果比較正式的 因為老師幫你穿嘛 有三千到五千塊 要要要 對 他還跟我說 怎麼那麼貴 對 我想說好 你自己想要穿的 然後就幫你擦 都已經帶你去 那時候老師在那邊 OK 給他穿 他剛好說 這個怎麼尿尿 插尿管啊 插尿管啊 然後問題是 OK好忍耐 忍耐到後衛房間 他爆炸 怎麼沒有 他就是把他 打他兩張卡 電視上上 所有跟日本有關的 他都要出現就對了 那又不自己做功課 對 好像很麻煩耶 我那一天 就是那個四天 我真的會長得不開心 我跟你講愛抱怨的人真的 因為我自己 很討厭接受這種負能量 你不要用那個眼神告我 我沒有愛抱怨 我很討厭人接受那種負能量 就是很多人會從一早起來 他就會開始抱怨 對 因為來都來了嘛 來都來 你為什麼要抱怨 然後呢 就明明大家出好 說好出國 因為比較多天 然後呢 住的地方就一定會比較便宜 那這事前 我都已經跟大家商量過了 都講好 那大家也說 好…出國就是省錢嘛 能省則省 所以我們住的民宿都OK啊 對 然後一到民宿就開始 這民宿怎麼那麼小 我心想說你不是看過照片嗎 這個床單怎麼知道 你知道我們家都是過敏體質 我們真的是 不行 通常每一天 我放在我 不是他 然後每一天都在接受他們抱怨 而且是從 大人到兩個小孩 都會抱怨 無時無刻都在抱怨 兩個小孩喔 我是四個小孩 那兩個小孩是 而且小禎很棒的地方是 他每次都會先讓我們看過說 我們住這裡 然後都沒有人要理我喔 你知道那個帳號 那個 微信群組裡面有25個人喔 然後每次傳上去都沒有理我 三天過後無消無息這樣 就在我定下的那一刻 就會有人說 這家好貴喔 好煩喔 真的好煩 就是會永遠有這一種 我覺得跟有一些人出國是最討厭的就是怕曬太陽跟懶得走路的人 對 因為我覺得出國就是不要待在室內 待在室內就乾脆不要出國嘛 但之前我跟一個朋友女生朋友去新加坡 那新加坡有很多非常棒的公園 我不知道外國人就喜歡公園 我們逛公園就會很開心 有一些特別的設計啊 很漂亮的樹啊 那我們逛完一個 我想說那我們再逛一個 她說 好熱 我的腳很痠耶 可不可以回飯店 那時候才中午 那我想說那我們先吃午餐不能再逛嗎 她說不要 乾脆我想要再回飯店休息 晚上再出門 讓那個太陽沒了 我想說 這個太陽就是最寶貴的一個事情 然後她就是動不動就想要休息休息 這樣會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結果就是根本沒辦法好好去旅行 我覺得那個怎麼辦呢 就是你們這種女生啊 不是 我們不是 我們很耐走的好不好 對 對啊 我超會走 而且愛戴太陽好不好 可是新加坡真的很熱啦 可是新加坡很熱 你該帶她去北極逛嗎 對啊 這種人願感來去熱帶國家 我有一次跟三個女生朋友去夏威夷 去夏威夷要幹嘛 是不是曬太陽 對啊 結果他們白天跟我說 不能曬太陽因為會曬黑 然後他們五點才出門 五點沒有太陽要幹嘛 然後每一天呢 他們都睡到中午 然後下午呢說不能曬太陽 那不能曬太陽 就去逛一個叫阿拉莫娜的地方 每一天我們去五天 四天逛阿拉莫娜 你們為什麼不飛廈門就好了呢 對 我就很生氣 我那次真的翻臉 我跟他們說 我覺得我沒有來到夏威夷 我去了一個叫阿拉莫娜的地方 然後我都 對啊 只要變得最後一天 我就一個人早上 然後去那個海灘 然後還得自拍 那時候就是 還沒有拿相機 對 還要拿相機這樣自己拍 我全部都是半生 你有沒有跟父母親出國過 有 然後呢 有什麼像這樣子 民主英雄發生什麼事 你跟民主英雄會去什麼國家 我有一次就是跟他去澳門 怎麼這麼不小心呢 不是 就是他 他說當地的電視台 有事情要跟他談合作 說要去三天 叫我陪他去 我說好啊 因為不用錢嘛 然後我就去了 你怎麼跟我一樣 喜歡不用錢的 然後想說 還可以吃他的喝他的嘛 對不對 然後去了以後 真的很痛苦 你知道嗎 去了以後他一開始 從那個服裝儀容就開始講 因為他說要去見人家 當地電視台的人嘛 那鬍子刮了沒 頭怎麼都沒洗 衣服紮進去什麼 這個你就已經很煩了 已經這樣忍耐忍耐 然後去的全部都是一些當地 比如說媽祖廟啦 蒲國領事館啦 然後就是大三八 反正就是都是去這些 你知道嗎 我想說都不好玩 你知道嗎 好了已經就是比如說 三天了嘛 第二天 第三天要回來了嘛 第二天的晚上 因為那邊人很禮遇 我們有派一個司機給他 就說人家也很客氣 就說你們要去哪裡的話 就跟我們司機大哥說這樣 那我們當然就說 不用不用沒關係 好了 那第二 第三天要回來嘛 第二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我爸爸就突然講說 我想請問一下司機大哥 從這邊去珠海會很遠嗎 那司機大哥嗨了 你知道嗎 他因為司機大哥也憋了兩天了 有工作可以做了 其實珠海不會很近 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 而且我跟妳講兩島 這個那個 珠海的消費是這裡的一半囉 他開始講了 沒飛色舞了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我爸爸開竅了 要帶他兒子去見見世面 然後 那個 那個 他就跟司機大哥說 好啊 那明天一早 我們就出發 我們就去珠海 然後那個司機大哥說 蛤 早上 早上比較少喔 沒關係 我還是可以幫你找喔 好 然後就早上就去了嘛 對不對 一到到到 還過關啦 什麼到了珠海了嘛 對不對 好笑喔 到了珠海以後 那時候那個要去哪裡了 然後到 然後我爸爸就說 喔 珠海到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再去中山會不會很遠 他說不會啊 很近啊 然後我們就去中山 到了中山 他就說 請問一下那個 翠亨村在哪裡 他要去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 然後你到那邊喔 真的它上面也是寫 國父紀念館喔 裡面真的是有一些三合院 就是以前國父住的地方 然後園址旁邊蓋了一棟 也就是國父紀念館 然後我們就進去看 裡面有很多的史料嘛 就是說當年什麼八年抗戰 有些史料 不是 因為就是很悲傷的一段過去嘛 對不對 然後出來以後 他說好 那個司機大哥又問了 好啦 那梁島那這看過了 那現在要去哪裡了 那我爸就說 那中午了嘛 肚子也餓了 那找個地方吃飯 我們就回去吧 就這樣喔 澳門之旅就結束了喔 我還去珠海喔 人家問我說去珠海幹嘛 我說去看國父紀念館 你上次這個 不合群跟愛抱怨 是 第三名什麼呢 第三名 規定太多的控制狂 你們會嗎 你們好像 沒有 我跟你講齁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我跟杜利跟馬丁去泰國嘛 我跟馬丁私底下 做什麼都合得來喔 但是呢 這一次我發現 我跟他 只有一個地方合不來 他走的超快的 他腿長啊 不是 不是 問題是不是這樣喔 他超急的 我跟你講早上起來有沒有 就是 已經來到旅行嘛 想要好好放鬆 而且杜利不見得就是一個晚上 我們很擔心嘛 終於找到杜利 OK 就中午起來我們在 在飯店的羅比好好喝一杯酒 聊天啊 結果呢 他不到五分鐘 快點啊 走啊 快點啊 你要去哪啊 今天很熱耶 沒關係嘛 還沒關係 走一走嘛 沒關係 好笨喔 我心裡想說你在急什麼 OK 就出發囉 那就是做散步 馬丁已經不見你 然後看後面 杜利還在那邊 我卡到床間 然後馬丁說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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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杜利 杜利在後面說 等一下好熱喔 Oh my god Share oh my god 我怎麼辦 然後就是馬丁前面超遠的 已經他到捷運站 那杜利還在那個 羅比在那邊 我在床間 然後他還罵我 快點啦 然後他每一句話 欸馬丁你急什麼 他每一句話 他家跟我說 泰國嘛 然後呢 然後 譬如說到一個地方 我們吃個東西 吃完飯就聊天嘛 吃完飯喔 杜利還在吃 還在喝 走了走了走了 馬丁馬丁馬丁 然後杜利在那 等一下嘛 我就看到東西 所以重點就是杜利嘛 對啊 但是杜利哏不上 不過你們剛剛講的 控制都不嚴重 你們有沒有出國前 要弄一個回合出來的 你知道 陳哥真的是控制狂 可以怎麼樣 我們上去美國 他會把我跟佩甄幾個人 叫到他家裡去 他家開會 開會喔 然後就為了要寫 節奏回合 幾點到幾點要幹嘛 他也把各製作單位 都叫去他家開會 開會啊 那你知道因為我們是要去美國 所以其實 美國的車程那些 都要算在裡面 對… 然後呢 比如說我們要去Vegas 他又想要去看秀 那有去過Vegas看秀 因為Vegas 你要坐計程車去又很貴 那你走路去又要時間 對啊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晚上趕兩場秀的 對 他就說不管 他可以穿球鞋 他就說他要趕兩場秀 就不管就叫我幫他訂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位名是什麼呢 前面已經夠人員火大了 對 斤斤計較的小氣鬼 真的 這個更強應該很多故事吧 蛤 我有 就有一個朋友 他是 他說覺得他實際很健身 可是其實他真是小氣鬼 然後我們有一次去墨西哥 然後就是要做一個 我覺得做一個比較好的飯店 但正在墨西哥不貴 可是他覺得很貴 所以他一直開始一直抱怨 好貴喔 所以他就是去那個飯店 我們有發現他的 有很多那個佳蓮袋 就是一盒的 我說帶這個要幹嘛 他說 就是如果只要那些東西 就是很方便放啊 我們說 OK 好啊 然後就去那個buffet吃 然後就發現 原來他只要用這個打包 所以他就變成打包網 然後他就是要那個buffet的食物 他就是拿很多 然後一半的 在盤子上一半的 所以偷偷的放進去那個 加蓮袋 然後他 這樣子已經很 我也覺得很丟臉 如果被看到 我也覺得我天啊 就不要這樣子嘛 他說那你就幫我看一下 這樣 這樣子我才不會被發現 我之前去日本去天流夜 他只換了兩萬台幣 怎麼過啊 然後我想說兩萬台幣 如果是男生 應該還過得去 但是女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要去吃那個 比較高級的燒肉 就是一個人可能幾千塊那種 就是比較貴高級的 我們想說 難得嘛 都來了嘛 去吃 然後他就說 那沒關係 我點一杯飲料就好了 蛤 然後我就想說 蛤 吃東西 然後你點一杯飲料 這樣在旁邊看我們吃 這樣不會很奇怪嗎 我們大家也就是會 於心不忍 你剛剛說他換多少錢 兩萬台幣 台幣兩萬耶 去七天六夜 七天六夜 我想說怎麼可能夠 對啊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 那不然我喝完這杯飲料 我去旁邊逛一逛就好 你們吃完我們再會合 他說有必要這麼可憐嗎 然後我們大家就想說 好不然這一場 我們大家幫你分享掉這個錢 然後說不知他接下來這幾天 都是這樣 蛤 我們要去看什麼 要去買什麼 他說那我先去旁邊逛逛 蛤 蛤 就是他不想要參與到我們 花錢的行程 因為他只有換兩萬台幣 那也是碰到你好心啊 要是我們說 喔好啊 對啊 我也是耶 我說那不然你先去 我們待會會合 對啊 你們以前幹嘛出國喔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台灣人 然後他去日本 然後到了那邊 他就說 他只還了 八千塊台幣 八千塊 然後他說 就是這五天的預算 太少了 五天的預算 就八千塊 然後保還住住 那個人是不是從美國 北卡羅蘭州來的 其實不是 但是我覺得 有可能就是他們有關係吧 沒有 因為 好 我們他就到了那邊 然後說 八千塊的預算 然後這個也是 保還他要買一些紀念品 什麼的 對啊 怎麼可能啊 我可以算一下匯率嗎 我看一下八千塊的多少錢 不是 八千塊 你去那幾天吃飯 就不夠了 對啊 可是這也是說 好 因為他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控制一下 我們不去去 八千塊才兩萬五日幣耶 兩萬四 兩萬五 對 所以我們 他就叫我們 不能去太貴的地方 不能吃太貴的東西啊 什麼的 好煩喔 沒錢這樣嗎 要出來 他就每天就吃便利商店 就好了 對 因為 你怎麼好意思講大聲 日本的消費本來也不是很便宜 那因為我們去那邊 我們一定要去 去酒屋啊 去拉麵啊 然後燒烤啊 肯定呢 然後每天都要趴一下嘛 去外面喝酒 喝酒一點就沒了嘛 可是重點是說 他覺得 因為每一次 我們就是 我們還是就是我們去吃我們的 雖然是算比較便宜一點 我們沒有就是盡量 喝 然後吃 可是每一餐 他就 然後就是變成說 他要 那他坐在旁邊幹嘛呢 對 可是他還是一樣有吃 一樣有吃 一樣有喝 然後還是就是說 這個我也扶不起 然後就是要我們其他人 所以他先吃完喝完 來扶他 吃完喝完再跟你講他扶不起 對 對 那他這個擺明 這個比舒子晨的朋友 還惡劣 對 人家還說我點一杯飲料就好 我坐在旁邊 對啊 好惡劣喔 太惡劣了 但是如果以招數的話 他的朋友高超 對 因為你講裝可憐 然後再滴一個兩滴類 大家就會把他吃 對啊 他這個大家就會很討厭 因為擺明你要分享他那一份的 而且你吃完才講 對 像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就是 就是預算沒有抓好 也是你生命中最後的十天嗎 沒有 不是 就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 我預算沒有抓好 我就換財幣換得太少 然後我是帶三個小孩 結果呢 我們就去樂園玩 結果我不知道說 第一次 樂園的門票也很貴 超貴 很貴的 然後呢 快速通關更貴 又加上我們要快速通關 而且他們家人又多 對 然後結果就發生我 我跟小禎在那個環球影城 門口吵架 他在門口給我發脾氣 怎麼說他憑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要去樂園 憑他穿得像一根香蕉嗎 把娜娜 因為我錢不夠啊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氣說為什麼要那麼貴 然後 那關他什麼事 而且我都在門口 你去找華特迪斯奈那個人啊 而且我都 那是在環球影城 你知道我都在門口 我跟他講說 不然你兩個小孩我幫你付 是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錢不貸不夠 因為我每一次的那個出去 就是我都會自言自語嘛 然後都會把樂園的那個價錢 都PO上去 所以我以為他們都知道 這些樂園的價錢 是 那殊不知他就忘記帶 還是說他其實也用那一招 沒有啦 他有跟你講說 我 我 我買一個人門票 我自己進去就好 沒有啦 後來小禎就說要幫我小孩付 我就更生氣 我說我自己付啦 我有錢啊 然後我就 後來跟他借錢 對 很幼稚 但是我自己就是 沒有抓好預算 跟小器人出去 也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去東南亞 他們又小器 又怕髒 這樣真的很麻煩 因為那個地方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 比較髒的地方 而且如果他們很小器 不想花錢在那個民宿 那他們還是會抱怨說 這個地方太髒了 然後你找一個比較乾淨的 太貴了 對 就是永遠 滿足不了這種人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加拿大的大學朋友 然後那時候 他都會跟我們借防曬入啊 因為他又白又金頭髮那種 很容易曬傷 但不願意買啊 然後吃飯 他都會吃糯米啊 就非常便宜的東西 然後結果我們從 台國到寮國 坐船在那個美工河 對嗎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牙膏 我就說 拜託 借我你的牙膏 他就說 不行啊不行 就我怕你的牙刷會碰到這樣很髒啊 他說 Come on 一次的牙膏你可以啊 你知道嗎 就多麼的小器 多麼的怕髒 結果我就去個 我要跟陌生人戒 蛤 對啊 我最後還是要去跟陌生人戒 對 還好認識一些 滿漂亮的平島女生 所以還不錯 真的 也是給他一個機會嘛 對啊 出國真的大家就是互相啊 為什麼要那麼小器 對啊 第一名到底是什麼啊 蛤 最恐怖的是 天生白目的脫油瓶 以下的時間 我們交給童秀娟 我怎樣 白目啊 我有怎樣 我看到白目就想到你啊 可是我 我也是曾經是脫油瓶 但後來我跟你出國 被你訓練之後 我就慢慢好啦 有更大的脫油瓶 沒有 因為我要講的是 我第一次就是帶小孩出國的時候 去韓代國家 然後去韓國滑雪 那時候主辦單位是甄莉姐 然後去的人 就是甄莉姐的一對夫婦朋友 跟她的兒子都很大了 還有 那從那一次之後 彩華姐 欸這個 這個成員看起來 她真的是脫油瓶 對 什麼 那你把彩華姐放拿 沒有沒有 彩華姐還不是脫油瓶喔 是我才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不知道 要帶什麼東西 所以我每次就是把小孩 就是包得很多 衣服穿很多 然後一下子又要脫很多 然後每天我都是最晚到 譬如說我們約 彩華姐都已經吃完早餐喔 然後我們可能約十點集合 我們都會脫到說 可不可以晚半個小時 結果晚半個小時之後 又變成十一點才集合 所以 但後來我慢慢的訓練我自己之後 我後來跟小禎出國很多趟 然後訓練自己之後 我現在都不是最慢的啊 對不對 她現在不是最慢 欸如果沒有小禎 妳是不是都會變成一個人的背包客 我也不會出國啦 她就不出國啦 像我今年暑假 我不是去歐洲 她就沒有要去啊 她就待在台灣 很好啊 其實也很好啦 我在日本的時候 然後帶了一個日本的朋友 然後要回去瑞典 那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朋友 她就是一直就是說 她很想去歐洲玩嘛 她沒有去過 因為沒有去過嘛 可是其實她 什麼都沒有出國 她很少出國 都沒有什麼經驗 然後是完全就是 不會獨立的這種人啊 那她說好 要跟你一起去歐洲 我就說好啦 可以啦 可是我沒有想到 她就是我們到了歐洲的時候 到了瑞典 她什麼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她什麼沒有 她們沒有做一點的功課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是變成 我是要變成就是她的導遊 導遊啊 因為她覺得有你嘛 對她就是覺得有我啦 所以就是喔 你要去哪裡就是要帶我啊 可是她沒有一個自己的想法 沒有自己就是 喔 我要去這裡這裡 我要做這些 所以我就是到那邊 因為我本來像說 跟一些朋友見面啊 跟家人啊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是偶爾 跟她一起出去玩嘛 可是她完全不行 她就是要一直跟著我 這兩個禮拜就變成 我要一直就是帶著她 然後就是沒有一個 就自己的空間 沒有就是一個 私人的生活啊 就完全就是把我就是 就變成這個 整個旅行就是變成很 沒有放鬆啊 然後就覺得很 聽起來她要的不是瑞典 她要的是你 她愛上了你 我之前去菲律賓 那你知道去那邊就是你要 你要小心他們的馬桶 因為有些人會說在台灣 要把衛生紙丟在馬桶裡 但其實還好不一定要 但是你去想菲律賓 或是其他東南亞國家 那你一定要 不然你的馬桶就會壞掉 對嗎 所以那一次 好可以原諒我這個朋友 都把他的衛生紙放進去 塞了 我們要叫我們的那個 飯店的 那個老婆來處理 來修理 然後隔天我們打算去浮潛 然後是早上也要去去 但那個朋友晚上的時候 又把他的衛生紙 塞在那個馬桶裡面 睡覺都是那個味道 老闆娘 沒有醒來 好 超不爽的 然後隔天早上 我們錯過了我們那個卡車 帶我們去浮潛的地方 因為我們要等那個老闆 等他不爽我們 這時候你們又這樣子 弄得很亂七八糟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個 這個朋友我們就沒有去浮潛 對 我只有一個朋友 他一定要在飯店大便 哦 有這種的 有在馬桶的 對 他只是覺得 有一次我去泰國 然後他覺得 一定是不行 因為他 泰國他覺得很落後 然後就是去那邊 他 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大概六點左右 就是幫我們吵醒 因為他開始喝咖啡 就做一些運動 他說他想要就是先大個便 然後他因為有時差 他沒有辦法打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那個 我們的刑場 然後到大概兩個小時以後 我們那個時候 在騎大象的時候 然後因為應該是這樣子 他就開始有點feel 所以他跟我說 他說完蛋了 我們消息這樣大便 我說哦 那你就跟導遊講一下 他可能只帶你去一個地方 他說哦 好啊 然後跟導遊 他們就不見了 大概半個小時後 導遊回來了 可是我們的朋友 不在 好 所以問導遊 我們的朋友咧 他說 就用英文說 Hotel Hotel bathroom Bathroom Hotel 所以附近只有 飯店他可以大便 他說 Oh no Your hotel 然後就 我們就大概兩個小時 從那邊 就是很遠 離我們的飯店很遠 他選擇就是要搭計程車 兩個小時耶 對 回去我們的飯店 他憋到兩個小時 回去都乾了吧 什麼 還是 他憋臉已經來不及了 對啊 因為這種人他們真的 他們真的不行 如果他們 因為他忍不住了嘛 所以要回去換褲子 哦 這個 就是 這個 我獲了大概四十 四十塊美金 不過出國還有最怕一個狀況 就是買了一個太開心了之後 行李就超重了 很常 很常 對不對 這個是一定會發生的嗎 對啊 去年我跟我的女友一起去日本玩 日本操縱很正常 所以他要買很多很多東西 他要買鞋子 化妝品 還有 不知道包包 可是我知道他會買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就是帶 我沒有買東西 我就是帶 對 你真的還不想貼 你很聰明喔 你男生不懂 你是嗎你 不是 我們男生能裝什麼 兩件內褲 兩件T恤就裝完了啊 就沒有東西啦